诸葛亮被刘备重用字因为其才能吗?最重要的原因颠覆你的的认知。 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诸葛亮是刘备的智能。 千百年来诸葛亮一直被后人神话被当作只会的化身刘备与诸葛亮之间。 三顾茅庐和龙中队的故事一直被后人传为佳话。 下面小编简单概括下刘备和诸葛亮之间发生的故事分析,除了广为人知的事和哪些背后的故事解密刘备,重用诸葛亮的真正原因。 三顾茅庐的故事发生在刘备在驻守荆州新野的时候,反思自己半生虽然争战多,年拥有张飞和关羽这样的梦,将却没有书谋划策。 等谋士急迫需要一个谋士为自己的大业做谋划,刘备便访周边明是有司马辉,徐复等多人向他举荐诸葛亮。 刘备就带着关羽和张飞去南洋拜访诸葛亮帝,一次拜访诸葛亮的时候。 碰巧诸葛亮外出不在家,过了几天诸葛亮冒着大雪第二次拜访诸葛亮只看到诸葛亮的弟弟诸葛君有没有见到诸葛亮第三次,去拜访诸葛亮正好碰到诸葛亮。 刘备与诸葛亮一件如故与诸葛亮促膝常谈,龙中队便是出自于这次的谈话中龙中对诸葛亮对当时证据进行分析,还针对刘备当时的痛点和未来的规划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建设性的意见。 千百年来人们都把三顾茅庐的故事作为李贤下士的典范,现在有很多学者怀疑三顾茅庐的真实性,并说出那个字的道理。 小兵个人认为三顾茅庐的故事多多,少少有些不实之处,在我国古代由于政治黑暗,很多有才能的人都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报复, 都想有人能理贤下士重用自己让自己的才能得到施展。 三顾茅庐的故事迎合了这类人群的心理需求,所以这个故事会不断被后世夸大。 龙中队的故事也是有很多不足比如在,天下有别,再分兵两路,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已向晚,若将军身率一周之众出于秦川,这句话如果天下没有变化,该怎么办? 而且东窝的鲁肃在诸葛亮龙中略知遣旧,对孙权提出过类似的建议。